這就是最困難的步驟 這就是只有一個招牌 紐山第五天 因為真的太喜歡Mt. McNally這個有山有海漂亮的小鎮 所以在凌晨兩點突然更改行程 報名今天十點的衝浪課 好啦畫面剛剛有一個衝浪大浪的老兄 倒帶放大一下那不是我 我是這本菜鳥 第一次學衝浪就是練再練 真的很好玩推進大家Hibiscus Surfing School 79塊牛逼兩個小時很合理的價位 我玩一個早上後在路邊沖個澡 就一路從Tauranga開到Rotarua看苗栗表演 這次訂的是Mittai Maori Village Rotarua 一開始呢就有毛利戰士們從森林裡坐著戰士船從河上滑過去 為了讓客人看清楚一點也能拍到更好的照片和影片 他們又倒著滑滑回來一次 最後再一次趁著滑回來 真的蠻貼心的 之後呢就走入他們重建以前毛利部落真的會有的樣子的叢林 非常逼真 然後毛利秀就開始啦 整個秀非常完整 從平常他們會做的訓練 從平常他們會做的訓練 幾次 這次的練習方式有種不同的練習 用它來拍攝影響 我的朋友 我的天氣 這次是最困難的一部 這次只有一部隊 到當有其他部落來訪時會有的儀式 或者他們是怎麼用天然的木頭貝殼燈發出通報部落的聲音 部落的歌曲 還有紐西蘭最有名的哈卡戰術 順南 2 0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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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歐巴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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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是一個很歡樂 又帶有文化意義的表演 雖然價位不便宜 三個小時要123塊牛幣 但我覺得還是值得一看 歐巴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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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就想用 傳統毛利料理 Hangi Affair 吃完晚餐我們就開往今天的住宿 All Seasons Holiday Park 是一個以恐龍為主題的Holiday Park 小朋友們一定會非常開心的錄影地喔 營地很大 設施也很齊全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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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棒的是 走路一分鐘 就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湖 我們就在這邊 放空 看我們的夕陽啦 我們會不會 到處 上